第一條線是從大坑到新色 這一條的話 這一條最主要是說 它的坡度沒有那麼高 它的坡度沒有那麼高 那當然這一條的話 可以結合新色的花海 這是這一條的重點 那至於雪谷線的話 因為是天然的森林 天然森林的話 有它更具有那種 天然森林的那種油氣的優勢 所以這一條到目前為止 來詢問度更高 因為它的坡度 也有達到一定的 這種所謂染車的坡度 所以我想會有更多的企業 對這個部分會有興趣 從現在開始算起的三年後 可以正式營運 會為大台中市帶來觀光的一個效益 當然最後我要強調的一點是說 不管是新大線的三千多公尺 或者是雪谷線的五千多公尺 我們都會努力做好觀光跟生態兼顧 在二千多公尺 在一千多公尺 在一千多公尺 離世東公尺 在二千多公尺 在一千多公尺 尖 αν 呃開胸